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跟维生素 今天就用它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自家种的胡萝卜个头小 但是特别甜 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先将它去皮 切记头部 这些皮跟头别浪费 一起和其一位小兔子 四龟三白都是藤一窝出生的 是不是超级可爱 今年刚好是兔年 舅舅在此祝福大家前途无量 言归正转将胡萝卜清洗干净 切成厚片 不要太薄 太薄的话容易碎容易熬烂 像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切好的胡萝卜刚好三斤 全部输入盆中 加入200克白糖 不喜欢太甜的可以少放一点 翻拌均匀 腌制一小时 看胡萝卜就已经腌出很多水分了 先将水倒入锅中煮开 煮开后将胡萝卜倒进来 中小火熬煮 将水分完全收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将它整齐的码在烤盘上 放入烤箱60度低温烘烤2小时 烤好的胡萝卜 果普色泽非常的漂亮 口感香甜 嚼起来非常的有韧性 非常适合大人小孩 用来补充维生素 当个追进小零食也非常不错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